哈喽大家好 我们利用这个长周末 我们来到了世界著名的九乡圣地 Napa九乡 那么我们想介绍给大家 首先呢 我们想看看它的地理位置 这是太平洋 然后这是旧金山 那么这个地方呢 就是湾 我们水湾海湾 这是海进来的海湾 所以我们这个地方叫湾区 那么在北湾的这个地方呢 你会发现这一条河 然后这里有很多很多的水 然后它会有一条河 这个河通到哪里去呢 通到这边 有一个叫Napa 这就是Napa的所在地 那么我们再把这个地图呢 稍微的我们再把它转一转 看看我会发现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我们可以看 你看Napa是在这个地方 Napa呢 我们看它的纬度 那么看它的纬度呢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这样走过去 走过去以后呢 我们可以看它的北纬度 它的北纬度和 这是地中海的这种纬度 是几乎是几乎是一模一样 几乎是一模一样 我们再来看它的地理特征 北边呢 它是一些山区 你看这是海 我们这个 你看这是海 地中海 然后这儿是 如果到意大利和法国 这部分基本上都是山区 这个地方 而且它的这个湿度温度 相对于我们旧金山的这个湿度和温度 基本上也是一致的 所以说它就是一种之葡萄 所以呢 这儿就成为一个葡萄酒的生产的圣地 Napa 酒香 这个地形图 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所在点叫做Napa 这是Downtown的Napa 然后这个来到那个红点的那个地方 就是我们现在的位置 然后我们你看它是山谷 这几个比较著名的就是小镇 这几个红的都是几个小镇 有Yanswell 还有Oakwell 还有这个Rustford 还有那是Helena 就是这几个Ezekalistoga 最后的那一个 它的最著名的酒庄 就坐落在这几个小镇里面 我们要从这儿走 沿着左边 要走到这个地方有个轿 这个地方 我们可以俯瞰整个这个Napa Valley 然后我们再下来以后 然后在这个地方呢 它这个这个Valley之间呢 大概左右 5个Mile左右 长度大概是40个Mile 这里坐落着几百家葡萄酒酒庄 每个都OK Let's go 现在是在Napa downtown 这个来到这个镇好像觉得很好 很安静 很快的 很beautiful 这些地方呢 就是每个店里边的 好像也都有点像欧洲的那个风格 人们都是在外边吃饭 在外边吃饭 这里好像花很多 装扮得很漂亮 现在是我们所看到的就是我们在地图上看到的那条河通过Napa 哪怕国中的这种古老的这种房子 有很多那种 就是很多这些带尖尖的这些 这些放房的欧洲风的这叫戈特斯建筑的这些房子 很多在这个地方 但是不信是现在这些房子都不存在了 最早的移民他们是通过这条河到这儿来的 然后他们发现了这个地中海市的气候的这个地方 然后他们就开始了种植葡萄酿酒 你看那个大塔就是原来的这个他们的清粮式的这个粮式这个面粉厂 这个地方的Napa的面粉厂 那面粉厂方面就有饭店 所以这是非常重要的饭店 现在在那地方 上酒店 在河边 而且这两个Palm Tree是beautiful 真是太漂亮了 你看这个地方好像很有特点 它的房子建筑好像很有特色 它的那个攀同的这个花 这些植物已经盘通到它的阳台上 这样就把大家用花了 沿着河边的这些建筑也有一点欧洲风味儿 沿着河边的这些建筑也有一点欧洲风味儿 这个就是当时他们来到 早期移民来到这儿以后建立第一座这个church 就是一个教堂 那么这个教堂 你们可以看出有部分的这种 哥德式建筑的这个欧洲的特点 所以说呢 还有一些树像 有一点小欧洲的那种风味 你看现在我们进入这个Napa的市中心 你看第一大街 你看到吗 这些楼房都是一些维多利亚式的这种旧的 这种维多利亚式的这种风格的房子 所以呢 它显然就是早期的移民呢 他们想在这个地方建一个欧洲的小城堆 所以你看 城市的风格挺好 风格和这个我们那个其他的一些城市 截然相反 这是一个就是欧洲的这种风格 维多利亚式的房子的结构 看 就是因为这种房子呢 它的这个有地下室可以提高的 所以有raise up的这种房子 看都属于维多利亚式的 而这些房子呢 据说是当年这个Napa的时候 有更多的这些房子 后来呢就是咱们翻修了地震 特别是这个地方地震比较多 那么地震火灾呢 就是烧了很多 所以现在就剩下了这一小块堡地 不过还可以看出这个维多利亚式的欧洲特点 现在是Yountville快到Yountville了 第一个就是Napa Valley一个比较中心的一个小镇 叫Yountville 这个著名的小镇里面的第一个从Napa出来 看那个 他这个上面 这个Napa 他写的 Welcome to the world's famous one growing region 我注意的就是说 欢迎大家来到世界著名的这个酒生产基地 那么在那边呢 他写了一句 这个圆子上面写了一句 And the wine is photo of poetry 意思就是说 这个wine 这一块呢 是放在瓶子里边的诗篇 就是说 酒的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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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在瓶子里边的酒的诗篇 所以说 他认为这个确实是了不起的 这个 这个Napa Valley 它只所以叫Valley 你看它的周围 你从这里就能看出 周围都是山 就是在这个路的两边 它叫山谷吗 对山谷 你看这边是山 然后呢 转过来看这边 葡萄园 葡萄园那边也是山 所以说呢 它是在一个山谷里边 叫Napa Valley 这个Napa Valley 它的这个气候有点像地中海气候 是吧 非常的漂亮 湿润 然后比较适合种这个 就是法国葡萄酒的那种气候的葡萄 对对对 所以说它现在呢 种出来的那个葡萄 种出来的那个酒 酿出来的那个酒 都比法国的葡萄酒还好 还好了 就是清出于栏而胜于栏了 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 这两边呢 因为它这个地方 就是非常的漂亮 因为它的除了这个之外 还风景比较漂亮 你看那个山上面 你看隐隐约约的 你可以看到有一些小的castle 一些城堡 所以这个地方呢 就是欧洲就是一些小的城堡 然后你再看那边也有很多城堡 你看这边有一些这个葡萄园 哦结婚的人 所以说它就 对 那行外里是很多人结婚礼想的结婚礼吧 结婚礼想的地方 所以说他们到这儿来陪 很多人到酒庄来举行婚礼 这里就是他们的葡萄园 这些葡萄园呢都很整齐 一排一排的 然后呢他们的葡萄呢 你看都是 这就是都是老老的粗粗的这个枝子 然后呢每年呢他们都把这个 在这个老的枝子这个地方 把这些葡萄把它们都cut掉 然后呢每年一开春的时候 在这些老的地方就参出新的枝子 新的枝子呢就可以开始结葡萄了 这个好像跟咱们种花种草 种菜好像是一样的 看也是在这个老枝子这个地方 把这些东西cut掉 看我正在介绍这些葡萄了 这些葡萄呢 它的这个你看它的架子 都搭的就是一人高 这样的话大概是 我这样想它很可能不会是人去摘的 可能是什么机器 就是人摘吧 今天机器能摘了吗 那人摘的话 所以说它可能高度也是在这个地方 一排一排的 就是这个南帕瓦里整个的 就是到处从平原到山上 这些地方就是全是这种一排一排的这种葡萄园 真好 这种体验一下 而且 那么现在我是在奥克威尔小的山丘上面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福南整个这个 这个湾里的这种风景 四叶非常广泛 非常漂亮 这一块 看到吧 这个中间的这些瓶的全是一些这个葡萄园 然后这个每个葡萄园都有一个小的酒庄 它们就直接就酿酒 在这个地方 你可以看到那边的那个山谷的那一半边 我们是站在这个山谷的这一半边找的 你看现在我们是在这个大山上面往下下 你可以 哦漂亮 就是这样的 可以看到整个 这个外里的 下到这个平面了 哪怕围里里里边了 山谷里边 可以看着就是 来这以后就感觉出一种田园式的风光 酒香田园中酒的风光 所以说它说是瓶子里边的诗篇 或者是诗篇里边装在瓶子里边的诗篇 确实是这样 酒香 嗯 嗯 嗯 Robert Mondavi wine Robert Mondavi Oh got me job 嗯 Robert Mondavi也是一个比较著名的酒庄 往往就是他们说就是Napa的第一个酒庄 就是Robert Mondavi 这个酒庄就是说 每个小时一个不需要预先预约的 25块钱 对 25块钱一个人 45块钱可以到场地去参观 亲身体验并品酒 很多野花还不错 这个就是吧 Robert Mondavi Robert Mondavi 对 是不是应该进这里边来啊 yes 可以看到了吗 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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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obert Mondavi 停停停停 ok 我们进来了 进来以后现在我们可以 parking 找个parking place 嗯 风景真漂亮 嗯 都像室外桃园 全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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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心啊 嗯 哦 那么在下一集我们将详细的介绍 Robert Mondavi 这个酒庄 那么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视频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订阅和转发 请点击屏幕下方的链接 收藏和点赞 谢谢大家